Hello 大家好 今天準備和養了百年有七呎高的虎美蘭換大盤 幸好我家裡還有一個位置可以容納它 讓它可以繼續向上生長 之前我拍了關於這盤虎美蘭的三條影片 裡面是說它開花結果的故事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就可以在下面的說明上找到這三條影片 已經三年沒有和它換過大盤 看看泥上面已經出了很多幼芽 再沒有發展空間 所以今天需要和它換一個大一點的盤 我已經準備了一個用電鑽 轉穿了很多小洞的大花盤 小洞的直徑大概是圓筆那麼粗幼 以及準備了幾包疏水性高的沙土 這個就是防止虎美蘭爛根的秘密 如果只是靠盆底幾個小洞排水的話 排水度很低, 失氣散發得很慢 所以就很容易爛根了 這個做法可以令到泥土透氣性又高 根部又可以呼吸到新鮮的空氣 植物就一定會健康生長 我家裡所有的花盆都有這個氣孔 我用了這個方法種花已經很多年了 每一盆花都沒有爛根的情況 有些人問我 如果這樣怕不怕泥土淋花的時間 會在小洞裡流出來呢 頭一兩次或者有少少的 你淋花的時候 就盡量避免在盆邊淋 盡量在盆中心淋 時間久了, 凍口的泥土會稀快 這樣就沒那麼容易流出來的 最好是把花盆托高 盆下面放一隻大碟 這樣就可以裝起過多水份 和少量的沙土 記得用吸管吸走 這樣就可以解決所有問題了 如果你真的想用一個漂亮的瓷器花盆 來裝虎美蘭的花盆 你每次淋完花之後 都記緊要倒乾淨所有的水 這樣就可以避免爛根了 今天我就找了一個幫手 幫我一起把虎美蘭搬出盆外面 幸好不是很難 如果太難的話 可能弄傷它的葉和根了 大家可以看到 七隻高的虎美蘭只有少量的根 根部是非常柔軟和幼細的 我剛剛剪走了一些老根 以及拿走了兩寸厚的垃圾 很驚嚇就是它底下 完全看不到一些密集的根 所以我也不打算拿走更多的垃圾 我怕一會兒把它弄散掉 就很難搞了 虎美蘭只是有少量有少的根部 所以吸水能力是非常之差 這個就是導致它容易爛根的原因 好了搞定 剛剛將虎美蘭放進大盆裡 這樣我就順便剪了一些老葉出來 有些還開始發黑 剪完之後 我就在它每一個箱口上面都撒一些肉桂粉 這樣是可以收乾箱口 防止細菌感染 它是有益安全和無害的 可以抗病毒 清除害蟲 促進生長 以及防止泥發毛 大家都可以試一下 用這個方法去幫助一下你家裡的植物 換完盆之後 今次我是需要用幾支長的鐵枝 和一條絲帶去支撐住它 因為在換盆的過程 可能是有些長葉被我弄鬆了 這樣可以保護它 那些葉不會斷開或者掉下來 遲些所有花串都開花的話 我就再跟大家分享 大家記得留意我下一條影片 多謝收看